MIRADO 看來你好像在看MIRADO的節目 對,我看育敏踩場 不過我也擔心,像你去英國工作沒得看 那倒不會 直播和重溫環球全地球都可以看 那就非常好 大家可以經PayPal、PayMe、專數快或Patreon繳交月費 在此,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MIRADO的月費計劃 付費支持自由發聲 請支持MIRADO 黃毓民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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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司法獨立 但司法獨立 現在已經遭受到政治的衝擊 這些例子 就比比解釋 大家開始擔心 有些人甚至認為 如果我們連這個最後一道防線 都守不住的話 香港基本上就完結了 因為我們的行政權 根據《基本法》行政主導 不但行政主導 到真正實行起來 就是行政八道 基本上是一個 專權統治 他不是叫威權 李光耀那個就是威權統治 李光耀那個都是透過 選舉制度、政治制度 然後去樹立他的權威 他實行這種 模式的 他叫做亞洲價值 我叫東方憂鬱 這種民主制度的時候 對於一個小國寡民的地方 他有一種強勢的領導 但前提要搞到國泰民安 他要搞梁政善治 但這個梁政善治就是 人民都必須有梁善 而梁善的基礎就是 不能夠反政府 那種是威權統治 亞洲強人 這些所謂強人政治 到他已經是畫上一個句號 之前 有很多蘇哈圖 馬哈蒂爾 有很多人 沒有了 現在只剩下一個 一個都關了 之前還有一個蔣經國 這個所謂行政霸權 行政專權 這種專權統治 因為他有共產黨在後面撐腰 所以現在梁振英搞的是什麼呢 階級鬥爭 意識形態鬥爭 逐魂撕裂 做這些事 行政權沒有人可以略製到他 突然看這個立法會 數十丁油都不夠 在講一個最重要的2015、2016年度 財政預算案 即撥款條例組案 那麼多個總目 每一個總目 我當你講十五分鐘 說兩個月都做不完 奈何大家 各種不同的理由 由不發言講來講 他只有那幾個人 於是那幾個人講話 就被人認為是拉布了 即是等於 郭醫生 他就那個總目三十七講兩次 很合理的醫生 那個關於衛生署的職能 那麼多的綱領 有七個綱領 那麼多服務 如果他認真要講 去探討究竟這七十多億 是不是真的行公兩席 他真的可以講很久 那你說 郭醫生是不是在那裡拉布呢 當然不是啦 內何我們現在的政治環境 就是這個立法權 是一個 殘障的立法權 所以大家就把希望 最後的希望 放在司法制度那裡 現在這個總目八十 就是講一些司法機構的 我先抽一件事來講 即是現在主席回來了 我講的是總目八十 司法機構 是不是 這個司法獨立 或者這個 我們要捍衛香港這種法治的制度 那個司法機構 就是那個服務的質素 是不是很重要 是不是 在江領一 就說法院審裁處 以及多項法定職能 就是各級不同的法庭 是不是 法官的任命 等等 是不是 第二個部份 就是作出糧 還有 最重要就是 所以這個是用最多錢的 江領二就是法庭運作提供的支援服務 我們對現在現有的司法機構的所謂運作 基本上我們都覺得 它是可以 就是 保持香港 這一種所謂 獨立的司法制度 當然有些地方 我們都是覺得不滿意的 譬如我們曾經上過法庭的人 被人抓過 上過法庭 在裁判處 我們撞到那些裁判官 是嗎 就是那些水平之低 你就會很害怕 那個司法制度 是會出現動搖的 特別是裁判處 那個裁判法庭 那個定罪率非常之高 譬如我舉個例子 非法集結 參加未經批准集會 這些一定中的 去到就一定是定罪的 沒得談的 審都浪費了 很浪費時間 但我那次就不是 我很頑強的 2011年 7月1日那次示威 138人被人抓 我是第一被告 十個人 過我三條罪 參加未經批准集會 組織未經批准集會 接著 非法集結 總共三條罪 都罪名成立的 第一條罪 非法集結還要判我坐牢 搞到蔣麗雲要啟動 罷免我的程序 那個是緩刑 那我就這些緩刑 和正式要坐牢 判刑 是不是符合基本法 這個相關規定 你可以啟動罷免我的機制 後來他收回 我覺得沒所謂的 罷免中我就選過 我們在司法制度的過程中 我們看到有很多問題 今天 我這一節發言 我只是拿一件事出來說 主席 就是說 定罪率這麼高 你一定有些錯誤定罪 對不對 我們一般叫做冤獄 錯誤定罪 最近美國都發現 聯邦調查局 用那些鑑證的方法 大佬 抓人去坐牢 很多冤獄 是不是 連一個 一個 所謂民主國家 是不是 很多人當美國是神 他 你看 在司法制度都會出現這樣的漏洞 按照那個鑑證 作為證據來定罪 所出現的漏洞 但是這個國家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有一個自我完善的制度 自我完善的機制 他知道錯就立即要 去補救 他有一個 事後補救的制度 喂 你FBI 做了這麼多壞事 事後是你自己揭犯出來 對呀這個鑑證 方法有問題 他有一個自我完善的機制 你沒有這些自我完善的機制 事後補償 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覺得 你拘力法院的定罪率又這麼高 嚴重法庭 又成九十幾個巴仙 你看到 肯定是有些冤辱的 冤案的 我告訴你 好了 當局處理涉及法官 或者裁判官被指稱作出錯誤作為的申請的時候 要徵詢司法機構的意見 政府現在對錯誤定罪的補償計劃是兩樣的 一個是根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即法例第383章 第11 一括弧 五條要求發放 另外一個就是特惠補償金 這個行政計劃發放 這兩個計劃涵蓋的範圍和補償金的計算都不一樣 又重疊 有時又互相補足 其實就應該探討將這兩個 不同的補償計劃 於以合併 這個我自己覺得是比較好的一個辦法 當局認為這個特惠補償金的發放 不是因為法律或法定的責任產生的補償 坦白說 特惠這兩個字 是令人很困擾的 我在一些事務委員會裡面 我記得在這個 食安的事務委員會說到發放一些 特惠金 被那些因為受到 禽流感影響,殺了雞 特什麼惠金? 你殺我的雞 你賠錢給我 那些什麼叫特惠金? 有一次我記得有位議員王碧雲 叫我撫淑金都夠膽 對漁民那些補償 撫什麼?撫淑 死人那些才叫撫淑金 都亂了 說到 撫淑金都夠膽死 為什麼我拿這個撫淑和特惠來講 特什麼惠?你關照我 你殺我的雞 是不是? 還有 你現在收我的拖艇,你不用付錢我 特惠 這樣都說得出,不知道是陳家強想的 特惠金 現在是冤獄的 你錯誤定罪 現在那些叫補償金,還要加特惠補償金 是不是這些用詞很有問題呢?請問 這兩個字,我一看就 很困擾 還有很憤怒 那些蒙冤的人 是嗎? 冤枉啊大老爺,事後證明他是冤枉 蒙冤的人不會因為收到這些補償金 而覺得他是受到恩惠,什麼叫特惠補償金呢? 不論政府和政司,在法律上 是不是應該為有關錯誤定罪負責 作為一個有人性的政府 其實都應該戒慎恐懼,誠狂,誠狂向蒙冤的人表示脅救 以及要檢討制度有沒有失誤 至於所謂補償金 只是對受蒙冤的人 受到的傷害 和損失作出金錢的補償 實在沒有任何特惠 或者恩惠的意思 所以這個所謂補償金應該寫作錯誤定罪補償金 或者冤辱補償金 台灣 現在每年二二八 大家都知道了,主席 一九四七年的二八事件 政府已經所謂平凡了 用現在 泛民朱炮春說平凡六四的說法 他是立法 有國家賠償 訂了一個金額出來 還要找他的受害者、家屬、遺屬來賠錢給他 他們都不敢叫這些特惠 補償金或者賠償金 亦都不敢叫這些賠償 賠甚麼賠償 賠償是甚麼呢?主席 你從事公務 因公死亡 政府去賠償 另外 局長在這裏 關你的事 為甚麼關你的事呢? 現在的所謂補償金額 補償金額有財經事 事務及庫務局長來定 是不是很好笑呢? 真是苟不答白 這個情況是極不理想的 陳家強局長作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你根據甚麼準則去衡量所謂非金錢損失 例如受影響的人失去自由 因為你冤獄 錯誤定罪 事件對他品格聲譽造成的傷害 你怎麼去評定? 你作為一個管錢的人 你怎麼去評定 根據甚麼準則 去衡量這種所謂非金錢損失 喂大哥 他被你錯誤定罪 白白坐了幾年監 還有 財富局局長就說會考慮律政司的意見才作出決定 對我來說更加不能接受 對我來說 這個我在少務委員會都說過很多事 律政司掌控檢控工作的部門或多或少 其實都應該要為錯誤定罪負責 你提供證據 等於我剛才先前舉的例子 FBI 現在自己都承認過去因為用這些錯誤的鑑證方法 或者一些鑑證方法 作為呈堂證供 然後法院按照這些鑑證方法去錯誤定罪 產生很多冤獄 你律政司作為一個所謂 檢控工作的部門 你或多或少 都要為法庭的錯誤定罪負責 責責 對嗎?主席 法庭的定罪是按照你控方提供的證供 證據 你去定罪的嘛 你找他去參與,來定補償金額 然後陳家強說我定這些金額的時候 我就會 去徵詢這個律政司司長的意見 這樣是不是很荒謬呢? 我認為如果雙方不可以就這個金額達成協議 就應該交給法庭去仲裁 英格蘭、威爾斯政府的做法都是這樣的 根據1988年刑事審判法例 第133條設有法定補償計劃 由獨立評核員負責評核補償金額 是獨立評核員 不是找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去評定的 還有,面對這個當事人 到底是否無辜這些原則很抽象 即是與刑事案件中 獲判罪罪名不成立的被告人 是否可以得到重費的考慮 是應該上等的 當中涉及很多法律的原則 你是不適宜用行政措施 去處理的 政府就說,律政司就會 跟法律政策專員 獨立考慮申請,然後作出決定 如果作出利益衝突的時候 就會為 聘請私人執業的大律師提供意見 我們認為這個做法 當然是一個改善 在處理這個所謂補償金的問題 但還是不足夠的 這個可以解釋 為何過去五年只有一宗 成功申索個案 冤案就那麼多了 錯誤定罪那麼多 搞得來按照這些程序 只有一宗是成功申索 有時看回頭 局長你都 很輕騎而已 搞個責任給你 你去定吧 但原來只有一宗而已 過去 很多不少巨爭議的事件 就算你委憑一些私人執業的大律師提供意見 也都很難適宜的 所以政府應該將兩個計劃合併 我先前所說的兩個計劃合併成為一個 補償計劃 主席 我為何特別要拿這個 錯誤定罪的補償計劃 拿出來說呢 在司法機構總目這個部份 因為它也是屬於 綱領一 法院審裁處和多項法定職能這個部份 這些相關的撥款 多謝主席